第三种是聚相 总相为身若 轰 一个夜 一个夜日旁 那个怎么念 鱼 总相为身若轰鱼 身肢裂短 力量很大 眼睛比较小 耳朵很长 而且大 出汉的时候 其味 极富 极富 富就是一种香味 聪慧 寡异 他很聪明 很有智慧 但是他的欲望比较少 轰 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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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样子讲这个聚相女的意思 耳朵要长而且大 耳朵要长而且大 女生耳朵长的很少 大部分女生耳朵都比较短 男生耳朵 男生耳朵长的比较多 女生耳朵短 你 这里有女生耳朵很长的吗 哪位女生耳朵很长 耳朵长而且是大 要长到比这个嘴还要低 师尊的耳朵有没有比这个嘴还要低 有喔 这个耳朵经常 我是这样子常常拉 拉长一点 拉这样子拉也会长 我小的时候啊 耳朵很小耶 所以人家因为我有老鼠的耳朵 这个帽子的这个耳耳 这耳朵是耳吗 耳朵帽子的耳朵 现在把它拉拉拉拉拉拉 既然拉到这个嘴巴底下了 所以佛亲常常讲 巴巴的耳朵是人工制造 但是我不是一气一美 把他耳朵弄长的 不是 是真的是平时就是这样子 耳朵长而且大 耳朵长而且大 重点出汗的时候啊 齐味极腹 腹就是香味啊 出汗的时候都有香味啊 这种很少的 你说流汗的时候有香味吗 那当医生的 那个真医师 真医师 女生我们男生都是臭男人 都是臭汗 女生都是香汗 香汗淋漓 香汗淋漓 但是是一个形容池 真正他流汗的时候有香味的 很少 聪明又有智慧 寡欲 欲望很少 好 烘常常之 就是密烘很喜欢丁汤 因为身上有香味啊 就会有这个密烘会过来 这样 这是第三种 这都是天生的